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圓錐曲線它是如何形成的喔 那首先呢這個部分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圓錐跟圓柱這兩個圖形 那在生活中其實我們除了看到長方體跟多面體以外呢 我們會常看到就是圓柱跟圓錐 比如說大家看這兩張圖 這個建築物的柱子本身就是圓柱嘛 那像這個燈罩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圓錐倒過來 那其實這兩種圖形在生活中你是常看到的 那你看到的都是成品啊 它到底當時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接下來我們其實可以透過GGV 讓大家了解這個圓柱跟圓錐是怎麼產生的 各位同學那我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會看到許多根圓柱相關的一些設計 甚至於用在建築上 在前一個PPT裡面其實我們也看到它可以用來做非常多的建築啊 或者一些你要使用的產品 那到底這個圓柱在我們數學的建構上面它是透過什麼東西來產生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圓柱產生的一個方式 首先呢我們在這裡挑了一條軸線 一條軸線 那如果我想要產生這個圓柱的話 我會找到一個平面 那這個平面呢跟這條軸線在這個地方 我會讓它是一個矩形 我會讓這個形狀是個矩形 這時候呢我壓住這條軸線 我讓這一個矩形啊對這條軸線進行旋轉 好那這時候呢我們透過這個theta角的改變來看它的旋轉是什麼 我讓它慢慢跑 那你讓它旋轉的時候有沒有看到外圍會出現這個藍色的一些軌跡 好那我們讓它跑完 有沒有發現它這樣繞起來的時候 就會形成呢我們熟悉的這個圓柱的形狀 所以圓柱的產生啊它其實是透過 有一條中心的軸線 然後利用貼在這個中心軸線上的一個矩形 旋轉一周之後所繞出來的這個形狀 我們稱它是一個圓柱 好各位同學 剛才我們看過了這個圓柱的產生 那剛才圓柱的產生其實我們是透過一條軸線啊跟一個矩形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我想要把這個軸線保留著 那我不要用矩形去繞它了 那而且呢剛才那個矩形跟軸線呢好像有一些垂直上面的要求 那所以現在大家看到我畫面上的這個圖 軸線依然在這邊喔 那我去找了一條藍色的線 然後它其實跟這條軸線沒有垂直的關係 而且呢它有傾斜一個角度有沒有 那這時候如果我去把這一條線跟這一條軸線呢 以它為中心把這條線進行旋轉 好 那它這樣繞起來的形狀又會是什麼 那我們透過這個 phi角的移動呢 我們來看看它會變成什麼 好 比如說老師現在讓它移動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它繞起來的時候有沒有像我們平常會看到的兩個直圓錐 上下疊在一起 而且呢 它這兩個直圓錐疊在一起的時候 好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個點啊 我們稱它是直圓錐的頂點 那這是它的中心軸線 好 那它相當於是兩個 一個一樣的直圓錐 然後用這個頂點相接在一起的一個直圓錐圖形 所以產生圓錐的方式可以透過一條軸線跟一條跟它有夾角的線 然後你去繞它 那這個區域就會變成是直圓錐 那當我們知道這個圓柱跟圓錐是這樣子用中心軸線透過不同圖形 去旋轉而得到 那產生這兩種圖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想下一個問題囉 在之前的內容我們曾經說過 平面可以跟長方體多面體結出非常多圖形嘛 比如說大家看到這四個圖 前面我們有講過對不對 那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那圓柱跟圓錐這個圖形出現之後 那你平面會切出什麼圖呢 你跟平面會結出什麼樣的圖形呢 那接下來我們也是透過這個GGV的操作 來了解一下 這個圓柱跟平面會結出什麼樣的圖形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透過手電筒來看一下 那這個圓錐跟平面的結痕怎麼用手電筒來看出它呢 各位同學那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是 如果我知道圓柱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我們再把剛才的GGV稍微複習一下 它會有一條中心軸線對不對 然後它會利用一個矩形 然後繞著這個中心軸線給它轉一圈 就形成了這個圓柱 那這時候如果我拿了一個平面 就是這個藍色的平面 來跟它相做結面的一個動作 那這時候它會切出什麼圖形 那所以我現在拿這個平面 慢慢的去跟這個圓柱有碰到 所以我現在來移動這個距離 各位同學可以看 當我慢慢的移動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 我這樣進來的時候 一開始我讓這個平面 跟這個圓柱它的軸線 是互相垂直的 那各位同學可以看到這裡 有一個phi角 我現在設定是90度 就是說這個平面 跟這個圓柱的中心軸線 它是有一個直角的現象 那大家觀察一下這個區域 老師現在把這個結出來的痕跡 畫在你熟悉的這種平面圖形上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樣子不管我移到哪裡 好像都是這個圖 但是你現在注意看 我調整這個phi角的時候 我不要讓它90了 也就是說我讓這個平面 跟中心軸 不是垂直 所以我把它調 小一點 調小一點 調到79好了 目前是79 我其實可以讓它再小一點 好 68度好了 你看喔 你這個平面 如果跟中心軸線的夾角是68度 你這時候切出來的圖形 是不是像這樣子 那你對應到我們一般的座標平面上 你會看到它好像是一個圓 然後被壓扁了 所以這個圖形呢 就是我們說的橢圓圖形 那隨著你的角度在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斜的再多一點 我斜的再多一點 我用微調的好了 好 來你看 我調到55了 你看這個橢圓可能又長了一點 有沒有 好 那這時候呢 我讓它近一點 好了 下來一點 我的角度又可以更低了 好 好 你看我調到40度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橢圓又更長了一點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圓柱跟平面所切出來的圖形會有兩大類 一大類呢 是圓 另外一大類是橢圓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利用手電筒呢 來模擬喔 這個圓錐跟平面的結合 所以手上呢 你現在看到 老師手上拿的是一個手電筒 那 投影的部分就是一個平面的概念喔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手電筒靠近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下面是一個圓的圖形 那這時候就好像說你的圓錐跟這個平面是垂直的 那當我去調整這個手電筒的角度的時候 像我這樣慢慢調 好 你會發現這個圖呢 有沒有變成橢圓的樣子 好 再看一次 這樣比較接近橢圓對不對 那如果我角度再繼續調的時候 它是往兩邊擴散了對不對 它就會變成雙曲線的樣子 那當我把這個手電筒調到跟這個平面完全的平行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的形狀是一個泡物線的形態 那其實它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把點光源啊 視為是直線散射出去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直圓錐的形態 而這一張投影的平面呢 就相當於是要跟它做結橫的平面 所以呢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變化 現在是泡物線形態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這樣慢慢調整 雙曲線對不對 然後回到橢圓 最後會回到一個圓的樣子 那我們剛才已經透過GGV看過平面跟圓柱的結面圖形了 現在呢 我們來彙整一下 當圓柱跟平面相結 如果平面跟圓柱垂直的時候 切出來是個圓 那如果你有夾角它會切出一個橢圓 比如說圓的圖形就像這樣 那橢圓的圖形就會像這樣 那這個GGV在操作的時候 老師提醒大家 其實這個平面 如果你再把它挪得更往上一點 可能你會發現它還有一種圖形 那這個部分請大家直接去操作這個阿蘇工坊當中的GGV那個檔案 你去觀察一下 除了老師舉的這兩個圖形以外 還有什麼圖形 你應該會發現 好 那再來圓椎的結面圖形 剛才我們用的那個手電筒有沒有 去觀察它嘛 那手電筒去看這一件事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那些圖跑出來呢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想 手電筒它基本上就是個點光源 那點光源發散出去 它就會像一個直圓椎的樣子 那投影的那個面呢 你就把它當作是個平面嘛 所以那個光源它的那個影子就有點像說你一個直圓椎出去 中間被一個面切掉 所以它就會對應到一個圓椎跟一個平面的結合 那剛才的操作裡面你會發現 有時候結面結出來的圖形是圓喔 有時候會是橢圓喔 有時候是拋物線 還有雙曲線的一半 那一半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這樣照射下去的時候 另外一半在後面那個光源透不過來 被手電筒擋住了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後面GGV的操作去知道 它的另外一半圖形會在相反的另一側 那這三個圖就是我們利用這個 手電筒去照射所看出來的光影 那這個是用電腦模擬出來的 所以比較漂亮 所以像這個最左邊的那個圖呢 它其實就是雙曲線的一部分 那中間這個圖呢 是橢圓 那最右邊的這個圖呢 它其實是你的手電筒這個平面 完全平行的時候 所照射出來的這個 拋物線的樣子 那所以我們其實可以透過手電筒 去看出圓椎跟平面的結合圖形 那接著呢 如果我想要看出比較完整的變化 我們可以透過GGV的操作 來瞭解說平面跟一個圓椎 如果兩個圓椎頂點相接的時候 有哪些的現象 好,各位同學 那剛才呢我們有利用中心軸線 跟一條和中心軸線呢 有夾一個角度的直線 去給它繞一圈 那它會形成一個上下都是直圓椎 然後在某一個點相接的這種 雙直圓椎的圖形 那這時候我們拿了這個藍色的平面進來 然後跟這個雙直圓椎做結橫的討論 那我們來看看它會發生哪些結果 好,以目前來看呢 我現在把這個平面 故意跟這個中心軸線呢 夾了一個90度 那這個想法呢 跟你用平面在圓柱上做結橫其實很類似 如果說平面跟中心軸線夾90度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切出來的這個圖形啊 你這樣看 立體的這樣看過去 可能會覺得好像是橢圓的感覺 那實際上呢 我們把這個圖用坐標平面的方式 把它描述出來 它其實是個圓喔 但是當我開始調整這個角的時候 我開始調整這個角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調到32度 因為我剛剛調的比較快 那我調到32度 我可以持續的這樣增加 那大家注意看到 目前我調到一個40度的時候 就這個平面啊 跟這個中心軸線這邊夾40度有沒有 那這個夾40度的時候 剛好跟剛才我拿來 可以繞這個中心軸線 繞出直圓錐的這一條線 和中心軸線的夾角 40度相同 那你會發現 它切出來的圖形是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它呢 是我們以前曾經看過的 拋物線圖形 好 可是當我把這個角呢 增加了 比如說我現在調到68 一下子調有點多 比如說 剛才呢 我在40度的時候 把它按回去喔 你看我剛剛在40度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的圖形是 拋物線 然後我增加增加增加 平面一直調整的時候 來 大家注意看一下 右邊這個圖 好像這裡缺了點什麼 對不對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這個圓錐不夠大 如果它夠大你會看到 對不對 好那我再繼續調喔 我再繼續調 那我繼續調整它 你看到的是什麼圖形 其實它就是一個橢圓 所以我們剛才從圓啊 會看到拋物線對不對 現在又看到橢圓了 那如果我再繼續調整 慢慢的 注意看一個位置喔 我現在把它調到90 有沒有回到圓 然後我讓它超過 好那這次我讓它跳快一點 你看橢圓又出現了 那我跳快一點 好 當我的夾角呢 到達162度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圖 這邊有圖 對不對 它畫起來像這樣 好 這個就是呢 我們在圓錐曲線裡面 會看到的第二類圖形 叫做雙曲線 好 所以我們現在喔 把剛才的這些動作呢 再做一個簡單的統整 當我的角度是90度的時候 當我的角度呢 就是這一個平面跟中心軸線 夾90的時候 我切出來的圖形是個圓 啊 可是當我的這個平面 跟中心軸線的夾角 不是90 像它現在是64度 我會切出什麼 橢圓圖形對不對 那如果我的這個平面 跟中心軸線的夾角 和當初你製造直圓錐的時候 旋轉的這一個角度啊 一樣的時候 像我剛剛調回40度 有沒有 欸 這時候它是發霧線了 好 那其實我如果順著這個角度 我讓它再小一點 你會發現這個平面 慢慢的會跟上方的直圓錐 有沒有碰到了 這時候會出現雙曲線的圖形 所以 我們為什麼會把它命名為 圓錐曲線呢 其實這些圖形都是靠 平面跟兩個直圓錐 所切出來的結合啊 所以 我們才會這樣子去稱呼它 那其實這個GGV呢 各位同學 你還可以試著去玩一些東西 當我調整這個平面的位置 那我調整它的位置 讓它慢慢的 往中心 這兩個直圓錐通過的那個頂點 靠近的時候 那它其實還會產生一些退化圖形 比如說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個圖 當我那個平面剛好消過 這兩個直圓錐的頂點 你會發現它其實不是剛剛的雙曲線 也不是拋物線 它會形成什麼 兩條相交直線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說 圓錐結衡它的退化圖形 那我想這個部分各位同學 如果有興趣啊 你在自己進到這一個網站呢 自己來做練習 那我們透過GGV的操作已經看出 原來如果用GGV模擬啊 平面跟兩個直圓錐頂點相接的時候 它的圖形呢 會出現圓、橢圓、拋物線跟雙曲線 那我們將橢圓、拋物線、雙曲線 稱為圓錐曲線 其實這個命名啊 剛剛在GGV裡面 老師已經解釋過了 它是透過平面跟圓錐所結出來的痕跡 所以我們這樣命名它 那總共有這四種圖形 再跟各位同學做一次複習 有圓、橢圓、拋物線跟雙曲線 那這些都是在剛剛的GGV操作 你有看到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透過GGV的操作 手電筒的一個觀察 可以知道圓錐跟圓柱跟平面 可以交出圓錐曲線的這幾種圖形 那以上呢 的操作可以各位同學 再利用GGV自己練習一下